老 老婆 你也太喊了吧 会死人的 哼 在公司就老是看见你和其他女人眉来眼去了 这次不给你点深刻的教训 你不知道老娘的厉害 几位先生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说你们店里是怎么回事 怎么可以随便就让人进入我们的包厢 你知道我今天招待的是什么人吗 雷宗请息怒 是我们的管理不到位 您看这样行吗 今晚您在我们饭店里的所有消费全部免单 这可是本职集团华夏区的总裁 关系网极为夸张 他宴请的人的身份只会高不会低 要是惹怒塌了我吃不完都是嫂 还愣着干嘛 把他们几个给我插出去 是 等等 弄伤了我的员工 就这样算了吗 是 十三老板 你还想怎样 起码得赔偿点医药费之类的吧 你想要多少 那两箱 留下一箱就可以了 什么 一箱 五百万华下币 你这是敲诈 哈哈 敲诈吗 说实话 五百万不过是我一天的零花钱 你们两个瞪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 他是我们戴乐集团的第三大股东 十三先生 身价上万亿 卧槽 这个年轻人居然是戴乐集团的第三大股东 称 身价上万亿 恐怖如斯 貌似挣大钱还和他有仇 老婆 赶紧给他 不然咱们公司怎么完蛋都不知道 闭嘴 我还用你教我做事 十三先生 对不起 打扰你们用餐了 这小姑娘的五百万医药费我们赔 希望十三先生原谅 五 五百万 天啊 我就被砸了一下脚 居然要五百万医药费 把钱给我的员工 跟他道歉 然后滚吧 好的好的 小姑娘 对不起 哦 没 没事 滚吧 等等我 十三老板 这钱给你 你拿着吧 都说是给你的医药费 哦 这 这也太多了吧 小姑娘你拿着吧 这点小钱我家先生看不上 嘿嘿 我在做梦吗 五百万医药 果然是我崇拜的十三老板 帅气又大气 林香 还不赶紧谢谢十三老板 谢谢 十三老板 我一定好好工作 嗯 以后相亲可不要到处造我的药 小六子 送下他去医院吧 顺便还他手机 好的 十三先生 手机还你 我家先生说里面的相片拍得很好看哦 十三老板 十三老板 不 不用了吧 去医院看一下比较稳妥 女孩子可不能流伤吧 对 我家先生说的对 要我背你吗 不用不用 我怕等下你这直男就把我摔下去 林香 我来扶你 十三先生 您对员工的关爱令我们十分佩服 回去以后我们一定会向您学习 嗯 那我们先走了 下次再去 好的 十三先生 我们送送你 红旗汽车 我们可是堂堂的带乐集团 而我们的十三股东竟然用其他品牌的汽车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们工作没做到位 对不起 我工作确实没有做到位 总裁之前发话了 要不惜一切代价讨好十三先生 刚才我隐约感觉他有点生气了 我明白怎么做了 我现在立刻改正 马上安排目前公司所有系列车辆 五百万以上的车每款各一辆 我要送人的 先安排好 等我通知 哦 雷 雷总 我 我没听错吧 五百万以上所有系列车辆各一辆送人 对 你没听错 赶紧去安排 我明天早上就要用 好的 我马上去安排 陆总裁 这样做您认为合适吗 好不错 希望这份大礼能消一消他的怒气 好久没抽奖了 今天抽个奖吧 系统抽奖 恭喜宿主抽到房地产交易 安居乐业平台45%的股份 你已成为第一大股东 股权证书以存放置系统空间 宿主可以随时领取 房地产交易安居乐业平台 哦 原来是我们华夏内最大的一个房地产交易的平台 主要经营房屋交易 不过这公司市值不大 财500亿道 算了 系统奖励的要一一收下 喂 陆总 怎么了 十三先生 您好 是这样的 昨天看您开着一辆红旗H5 我回去之后辗转反侧 无法入睡 我觉得您身为我们戴乐集团的大股东 没有开自己本池品牌的车 而是开着红旗H5 说明这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 我十分惭愧 所以 我们一直决定要给您配备 本池500万以上各系列车辆各一款 希望您能够接受 每个系列车辆各一款 这个太多了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我不缺车啊 不多不多 这个只是我们的心意 您一定要收下 请问您家的地址在哪呢 你们是现在就送车过来了 是的 我们已经备齐了 现在准备出发 那行吧 我家地址在云顶山庄一号别墅 好的 马上来 哦 怎么回事 一下子弄这么多车 我听说是送人的 我的天呐 谁那么牛啊 竟然这么多车直接送 大手笔 这一送就是上业啊 我听到一个消息说 带乐集团总部的副总裁过来 目的是见一位华夏的大股东 难道是送给大股东的 应该是吧 突发